看一下 不過我剛開始看了它這裡面的敘述 看半天我還是不知道它在說什麼 後來我發現我run一下我就知道 原來它是說把這一段字有沒有 直接貼到那個input的裡面 然後去檢查一下 每一個字切開來之後 切開來裡面有大寫小寫 所以全部轉小寫 或全部轉大寫 只要判斷一次 然後把它放在一個set裡面 這個set裡面就會不重複的單字 但是最後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裡面會有什麼?空白 空白它不屬於什麼? 不屬於裡面的東西 所以必須把空白去掉 然後只要總共裡面的那個不重複的字是26 那表示是全字極 就全部它是什麼? 全字母 對,它叫全字母句 OK,我終於懂了 原來它是這意思 全字母句 而且剛好這邊的話有個dog 不過它是lady dog 它不是 OK,好 那這一串裡面是不是所有的英文字都出現 當然 不過你們可以想想 它VBA有沒有辦法做到 VBA的話可能一樣要切 不重複的 要放在一個不重複的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程式非常簡單 真的如果出到這一題 真的只有四行就解決了 好,我們先不要看 不然影響大家那個思考 貼上好了 OK 好,True 是不是 4 也就是裡面所有A到Z都出現了 那怎麼做? 首先非常簡單 真的這個四行 這四行其實你也不用特別去背它吧 第一個是輸入對不對 Input到S 這個字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它就是一個字串 那字串其實跟串列可以互通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可以用一個Set1 SET等於什麼呢? 把那個什麼呢? 把這個S點 第一個我先把它轉什麼? 轉成小寫 全部轉小寫 因為裡面有大寫 T 有大寫有小寫 但是如果說它是區分大小寫 所以如果你沒有把它全部都轉小寫 或全部轉大寫的話 那可能出現的總字數就會不一樣 就會多一個T 這個T 跟這個T會變成兩個不同的字 OK 所以我轉完之後呢 我再把它轉成SET 所以外面再包一個什麼? SET 刮譜一下 意思就是說 把裡面重複的字怎麼樣? 轉完小寫之後 再把裡面重複的字 幫我把它拿掉 OK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就不會 再來的話我要print print了什麼呢? print了那個 算一下 LEN裡面的SET 1裡面的長度看看 OK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這樣基本上已經寫好大概了 但是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來把它貼一下 你會發現 print了出來27個 為什麼27個? 對 所以最後的話 你會發現我多寫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SET等於什麼呢? 把它去除那個空白的部分 所以這邊的話你可以做一個動作 SET 1 點什麼呢? 它裡面有一個方法叫REMOVE REMOVE就是移除 移除裡面的某一個資料 裡面一個資料如果它是空白的話 那幫我REMOVE掉 那我們再算一下 它是不是26個? OK 比如說把字再把它貼 應該是這邊的 那如果這個字 假如說我把它全部 貼上之後的話 LEN 把它REMOVE掉 其實這應該是 直接SET 應該是不用傳回去 直接把它REMOVE掉 OK 然後我把這邊 直接REMOVE掉裡面 特別是直接REMOVE不用回傳 直接把這個SET 做REMOVE這個空白 它回來就是26 但是呢 題目裡面 你會發現它回來是 TRE跟FALSE 它不是數字 所以TRE跟FALSE 你要比較 那跟什麼比較呢? 其實LEN 是不是等於26 是不是等於26 所以它如果是的話 它回來就回傳就TRE 不是就是FALSE OK 所以特別之后 這是多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是 好 讓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 執行一下 所以剛剛一樣 一樣把這個 TRE貼上之後 然後讓它ROW一下 這一串是不是 它回來就TRE 表示說呢 這邊多一個邏輯判斷 是不是27個 它回來跟你講說是 我們來貼一個 另外一個 這邊後面還有 這邊還有一個FALSE 這個沒有 所以把這個看一下 是不是不是 ROW一下 然後這邊把它ROW一下 這個是不是FALSE 不是 TRE跟FALSE 也是 對啊 所以我剛剛講 因為把這個 全部的字串 當成是串列 使用 然後呢 先轉成小寫之後 再用SET 所以關鍵在這個SET SET SET之後呢 丟到SET 這個形態裡面 就不會有重複的字 它就會去除那個重複的字 所以其實假設我們先到這邊SET完之後 假設我 假設我這邊把它PRINT 其實你會發現它就基本上SET 把SET1 你可以把它PRINT出來 SET1把它PRINT出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基本上 是不是把它去掉 你會發現它放在SET1裡面的樣子 它就會出現什麼呢 O 有沒有 然後空白我現在還沒有REMOVE掉 所以它會出現 O U P F 反正如果後面有重複的 它就會去掉就對了 只會放進不重複的單字就對了 而且全部都是小寫 OK 所以你會發現它是 這些字 留下來的 應該理論上 那 它等於是說 會先把S先切開來 等於是說它把它當串列來看待 然後 但是最後還沒結束 最後其實 這我把它先 delese掉 它裡面好像有sauce的方法 不過sauce的方法 對 sauce的瓜糊 有沒有 前面我們有講過 你同樣可以把這個sets拿來做排序 sauce的加1d 有沒有 瓜糊 好像前面我們有講過這個方法 最後呢 當然它題目還有要求 我們知道 輸入幾次 意思就是說 它不是只有一次 它總共比如說輸入3 就要跑三個 1 2 3 輸入2的話就要跑兩次 欸 次數還記得吧 所以基本上的話 這個程式寫完之後 你就直接在這邊按個TAB 在上面加兩行字就可以 什麼 k 等於 input 然後呢 一樣把它轉型為rnt 或者是eValue 意思就是說你輸入了次數 然後再加一個for回圈 這邊 for i in range 有沒有 刮糊 然後放個k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跑幾次 比如說我跑三次 3輸入進來 那它就會把這邊k等於0到 0到3停下來 0、1、2 要跑三次 意思就輸入三個東西 這個前面有啦 所以以後如果你看到 假如它要跑幾次的話 再加這兩行 那這一個題目就完成了 OK 我想理論上應該不算太複雜 程式只有六行 OK 那至於那個set的一些詳細的 關於什麼方法 其實你們也可以搜尋一下 或者是我雲端上好像沒有放 你可以搜尋一下那個set這個形態 裡面到底有沒有什麼相對應 像比如說能不能排序 能不能remove remove這邊有 或者是能不能做新增 新增可以 點add 像我前面有講過 第六類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這一題主要就是說 利用那個set這個形態 這個set形態有一個特性 就是你放進去的資料 絕對不會重複 它是放那個不重複的資料 所以像什麼 如果你們將來需要 假設說你有一堆的資料裡面會重複的話 有點像類似什麼 Excel裡面有一個功能叫移除重複 所以其實它跟那個移除重複的功能還蠻類似 假設你將來需要做到一個清單 那個清單可能是某一欄的資料 但那個清單裡面 那一欄裡面有很多是重複的 但是你只要留下不重複那個清單的部分 有點像樞紐分析表 樞紐完它會幫你把同一類的資料 變成全部幫你加種在一起 有點類似那個味道 所以你如果假設你要做出移除重複的效果 你就可以用set 或者是什麼 像大樂透開講那個也可以用set 比如說我們要亂數產生號碼 但是大樂透號碼裡面不能重複 可是亂數有可能重複那怎麼辦 你就丟到set裡面 然後算算看有沒有重複 怎麼知道有沒有重複 就是你丟進去7個一定要是7個 如果不是7個 小於7個那表示一定有重複了 因為丟進去重複了 它就把你刪掉了 那怎麼辦 你再重新再產生一個新 直到是7個號碼 威斯 對 好像之前我講過那個大樂透 你們也可以用這個範例試試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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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